转开半导体的制程当中 常常会产生非常多的废弃物 造成环境污染 不过有一家公司 他们专门去做资源化 像是IC封装液 一年会产生六千吨的封装材料 他们刚刚好每个月回升五百吨 其中高达九成 都能够转化为高全度的细 再度利用 这绿色的制程加上在地化 让不少风车大厂跟金元代工厂 呛着当客户呢 产线正在进行IC封装的制程 晶片用陶瓷或金属包起来 保护晶片不受水汽灰尘静电的影响 其中一种材料 就是这一颗颗黑黑的胶条 在半导体的制程当中 常常会产生许多的废弃物 像我手上拿着 这个是封装厂的下角料 过去只能焚烧或掩埋 但是透过这个厂商的特殊技术 可以让它们重新再生 做成我手上这个白色粉末 氧化系 可以应用在半导体制程当中 剩下的一成呢 则是碳原料 应用在工业领域里面 达成循环经济的目标 应用一种分解 然后去除的方式 让里面的二氧化系 跟我们不要的一些 有机的部分呢 加以分离 那经过分离之后 我们的二氧化系 就可以加以回收 然后变成一个 很好的原物量 当初经过两三年的研究 原来看起来像塑胶的下角料 可以还原成高纯度的 氧化系原料 IC封测大厂把不用的废料送来后 他们还要做一系列的处理 才能把废弃物变成资源 在实验室进行净料检验 把封装胶条磨碎后 加入酸性的溶剂 作为原料分析 确认稳定性 之后就进入制程里面 进行一连串的制程 就能把黑色的胶条 还原成白色的二氧化系粉末 台湾的IC封装液 一年会产生六千吨的封装材料 他们刚好每个月 可以回收五百吨 其中有百分之九十 都转换成高纯度的细 再利用 做出来的二氧化系粉 可以加入轮胎 变得更有摩擦力 加入油漆 则是做成消光剂 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背后靠的是一群 成大资源所出来的 硕博士所研发的技术 第一个动作是 先做废弃物的体检 体检完之后 找到它的资源价值 再根据它的资源价值 找到资源物的市场 市场知道价格之后 我们再开发它的加工技术 符合那个价格 让这个循环的经济 是可行的 除了分析研究 最重要的是量的煤盒 找到另一个 使用规模够大的产业 才能完整资源化 资源的商品 要能够推出来 让市场接受 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必须要考量到 它的适用性 它的替代性 还有它的价格 还有它的价值 能够被end user 能够广泛地接受 不只风测大厂 包含晶圆代工厂 钢厂 水泥厂 都是它们的客户 从不同产业的生产链中 找到物质循环的可能性 含锡费水里面的锡材料 我们提到其中有 无城市里面常用的滤网 可以做成碳材料或是碳棒 最高的目标就是 我们提到的credle to cradle 再回到原产地 去做一样的一个循环 针对制成特性做研究 帮助客户客制化 各种废弃物的解决方案 做到城市采矿 把原本没人要的 事业废弃物变成黄金 再利用 三立新闻 于城虎 许志雄 吕裴军 台南采访报导